报道 在募款跟时间赛跑 美国慈祭总会发起200万美元的募款活动 希望在一星期内把紧急救助金送到灾民手上 原因没别的就是因为纽约和新泽西州下起大风雪 虽然慈祭纽约分会的义工不断发放食物 茅滩等急救用品 短短一个星期内就协助了5000多位灾民 但现在还有一百多万人没电没暖气急需紧急援助 这个是应激金我们马上就会做 那我们希望各个地方能够来协助我们 那热心捐款我们再把这份爱心送到美东去 不只提供短期救助 由于下一个暴风雪雅典威力强大 又要让灾民再次疏散 四处颠沛流离 重建家园更加遥遥无期 因此慈祭总会也有意启动中期救助计划 鼓励美国华人踊跃捐款 慈祭志工会上街头来募你一份爱心募你一份款项 那很欢迎大家可以到时就把你的爱心捐给我们 我们会送到美东去 除了之外呢你可以上我们的网页 有个credit card捐款 或者是打电话进来 当到有灾民的地方就有慈祭人 美国慈祭总会特别呼吁所有的南加州菩萨 踊跃捐款救人救机 以上是东西新闻 游泳至彭迪在洛杉矶的采访室